国际广播中心 凌晨三点 一辆辆大型高清转播车驶入津津高速永乐店收费站 浩浩荡荡的车队绵延长达四公里 北京警方派出宝贝车队的50多辆警车也一并到达 场面颇为壮观 在现场民警的指挥下 57辆转播车依次停靠在路边 记者有了一次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机会 在每辆车的车身上都有一个编号 车身大概是在15米长 高约4米 并且每辆车都价值不菲 本次入境的57辆奥运转播车来自英法裔等7个欧洲国家 他们刚刚完成欧洲杯的转播任务 便于7月2号马不停蹄的从意大利装船起运中国 在海上航行22天后抵达天津港 然后改走路路从天津开往北京 凌晨5点05分 奥运转播车队顺利到达目的地国际广播中心 奥运史上最大规模的电视转播车集中转运工作 圆满完成 经过五个小时的行程吧 应该说安全的抵达了北京奥运区中心区的这个停车场 这也标志奥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电视转播车的集中转运工作圆满完成 从今天起呢 这些转播车将吩咐 各北京的各个赛场来承担转播电视转播工作 据了解这批高清转播车是目前全球最尖端的高清设备 其中有五辆当今最大的特种转播车辆 将用于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转播 总价值高达8亿人民币 这次北京奥运的节目信号将全部采用高清信号 这在奥运史上也数首次 此前北京上海广东辽宁等电视台的高清转播车已经到位 将与这些远道而来的高清转播车一起 向全球亿万观众转播北京奥运会的各项赛事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